日韩的正式外交关系重大突破了 南韩总统隐形月在16号展开两天一夜的日本行 他在周四下午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峰会 这是两国元首隔了12年第一次重启叫元首穿梭外交 在周四傍晚两个人召开共同记者会 确定重启长期中断的韩日安全对话 要建立经济安全的协商机制 积极合作应对北韩的威胁 在这次元首会之前 日本率先宣布解除对于韩国三项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限制 而且为期三年八个月的日韩贸易战 因为这项限制解除 形同宣告完全休战 日本一队以军礼迎接现场奏起南韩国歌 南韩总统隐形月出访日本 东京首相官邸举行盛大欢迎式 这是南韩总统时隔四年在访日 更是双边时隔十二年重启元首穿梭外交 隐形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率先召开 只有部分幕僚陪同的少數會談 藉著舉行擴大雙邊會議 討論二戰爭用功和經濟懸案 以及安保問題 而在兩人會晤之前 日本已率先宣布 借出對函三項關鍵半導體材料的出口管制 作為回應 南韓也宣布撤銷 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申訴 接下來兩國恢復貿易優惠白名單 指日可待 或許是早就料到 日韓貿易戰開打三年八個月 能夠出現重大轉機 這一趟兩天一夜日本行 尹錫悅還帶著五大財團掌門同行 包含三星電子會長李在榮 現代汽車會長鄭義萱等人 十七號都將出席日韓商務圓桌會議 兩國經濟合作也引發期待 執政第二年最重要外交秀 尹錫悅行前做組準備 特別找來七名智囊團取經 包含前國務總理 前駐日大使 以及金大中學院院長 都是南韓歷屆政府韓日關係重要推手 出發前夕 尹錫悅接受多家日本媒體專訪 承諾就算政權會更迭 征用功問題也絕對不會復燃 重申結套方案是為了國民利益做出的決定 尹錫悅以意想不到的征用功案 換來日韓榮兵的機會 但南韓民間反彈聲浪持續高漲 征用功案受害者及維權團體反對第三方賠償 連日發起示威 還正式再次向南韓法院提起訴訟 要求直接向三菱重工等涉案日期追討賠償 南韓最大在野勢力共同民主黨譴責第三方賠償 是南韓外交史上最大恥辱 來到龍山總統府周遭抗議 169名議員集體聯署 要求尹錫悅政府撤回方案 日韓榮兵的大日子 北韓不忘刷存在感 在尹錫悅出發前幾個小時 北韓右朝東部海域試射洲際飛彈 導彈以高仰角射出飛行約一千公里 日本防衛省也捕捉到疑似導彈落海的畫面 南韓聯參分析認為 可能是北韓去年底高調試射 稱之為世界最強武器的火星17型洲際飛彈 今天也有這個ICB我們撞了 特別是這種政治的意義 有的日子的話 國際社會注目 南韓掌握到狀況 清晨召開緊急 國家安保會議 總統引錫悅上飛機之前 特別趕往龍山總統府地下碉堡 聽取報告 強調韓美日會進一步加強安保合作 一定會讓北韓付出代價 韓美十三號就啟動為期十一天的自由護盾 大型聯合軍演 這兩天集中進行跨昼夜初級演習 南韓空軍F35A KF16等戰機挑戰三十六個小時接力出動 而由南韓陸軍主導渡河訓練也正如火如荼開展 南韓國防部長李中謝走訪前線指揮所視察 在日韓元首會期間 韓美軍演力度不減 觀測認為 北韓挑釁持續升級 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隨著日韓關係回溫 美日韓安保合作將更為緊密 TVBS新聞綜合報導